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对于这些出生树 死的兄弟们十分信任 他就是铁木真 铁木真是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绍兴三十二年生于墨北草原 宋开喜二年建立蒙古国 之后发起了数次对外战争 最远达到东欧和中亚地区 让欧洲人都为之颤抖 一生征战的铁木真死在了征途之中 在他去世之后被秘密安葬 至今没有发现他的灵气 想必在未来也不会有人发现 这位草原霸主在正式封神之前 经历了许多残酷的战争洗礼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草原汉子 誓死追随他 甘愿为他开墙破土呢 能够成为一方领袖自然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铁木真十分关心士兵疾苦 在他的号召之下 四面八方的英雄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为其效力 绑住他统一蒙古各部 创建了举世无双的大帝国 草原人都是有血又肉的汉子 铁木真非常大度 在统一蒙古的庆功大会上 给了功臣们很多封赏 让他们得到了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以至子孙后代都生活不咎 除了赏赐大量财物之外 还给了他们大片封地 在自己的封地上这些功臣有着绝对的权利 而这一切都是铁木真赏赐而来 可以说这样大度的赏赐 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没能做到的 但是草原上的物资总归不如中原地区丰富 蒙古虽然地域广阔 但是资源非常有限 难免会有许多功臣得不到满足 不过成吉思汗是一位非常有头脑的政治家 他想尽了各种方法 去填满功臣的胃口 针对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 为他们准备了相应的礼物 爱财的人就会给你数不清的财宝 好色的人自然就被分配到广书美女的部落 总之 在铁木真的分配之下 每个功臣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 让他们之间没有矛盾冲突 也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如此的胆识和谋略 让众人都是死效忠的 甚至就连他的敌人也被他感化 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据记载 铁木真曾经有一个队 首名叫树赤台 新元氏记载 树赤台 乌鲁特氏 其先纳陈拔都 太祖八世祖灭年土堆第七子爷 生二子 长约乌鲁特 次日盲乌特 子孙遂以名为氏 始复扎木河 后见扎木河残堡 与盲乌特部长魏达尔各率所不亏于太祖 在加入到成吉思汗的阵营之后 树赤台的才华得到了展示的机会 这名勇士每战必胜 为蒙古帝国开疆拓土 甚至在双方交战的时候 如果听到来人是树赤台 很多敌人都闻风丧胆 在对抗克列布的反击战中 树赤台作为蒙古先锋雨路过关斩将 甚至一箭射杀了敌军首领 树赤台很好地贯彻了秦贼先秦王的方针 眼看首领被俘 敌军纷纷四散而逃 树赤台没有放弃这个好机会 继续追击 成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两年之后 他又单枪匹马地斩杀了成吉思汗的宿敌 桑昆 桑昆老谋身算 曾多次运用智谋算计成吉思汗 让后者陷入险境 可以说此人是成吉思汗的心头之恨 做梦都想抽调他 树赤台此次出品 帮助成吉思汗完美地解决了这个老仇人 自此之后 成吉思汗对他青睐有加 给予了他大量的赏赐 可见重视成吉思汗英勇无比 在成九大业的基础上 也少不了众人的帮助 曾承赞树赤台 阵望 如高山前之日影 随后树赤台又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 可见成吉思汗非常重视他 顿功行赏的时候 树赤台总是获得赏赐最多的那一个 就是这样成吉思汗 还觉得自己的赏赐不够 出于这种考虑 这位伟大君王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将自己的飞的赏赐给了树赤台 在草原上 这是莫大的荣耀 表示成吉思汗真正的将他视作自己的兄弟 除了有杰出的军事天分 成吉思汗还能掌控人心 他知道用什么手段可以拉拢贤臣来为他效力 正是凭借这种才能才让他得到了许多顶级大将 当然每次打了 胜仗 成吉思汗都会轮功行赏 这些得到奖赏的将士们成为后来蒙古征服世界的主力部队 成吉思汗恩怨分明 从来不会像有功之人下手 更没有功高盖主这种概念 凭借这种宽广的胸怀 让他的帝国日益强盛 不仅得到了不下的拥戴 也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好名声 真可谓人生赢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